在快乐方程式里 一同关心社区 分享专业 开心生活 拥抱健康 天天共度 幸福快乐 好时光 欢迎您继续回到 我们今天非常热闹的录音室 那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 Soundpost Youth的四位高中生 以及他们的老师 包含了Palace 还有这个Megan老师 来和我们分享 关于Soundpost 他们最近所推出的一个活动 就是希望能够来帮助高中生 知道自己怎么样子 能够来减轻压力 是不是有些好的方法 可以推荐给其他的朋友 那同时他们也会有 这个拍摄短片的活动 那么当然我们今天 现场这么多位高中生 我想说也要请你们 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真的就是听到你们 直接可以跟我们提一下 因为我们离高中才太远 相信收音机旁很多的这些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离高中也很远 只是这样说 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 可能成绩要好 各方面你们 我相信你们都学很多东西 对不对 每样都要很优秀这样 好不要很优秀 至少都要练习 就是说不用都要去 有很棒的成绩 但是就至少 就是希望孩子们可以练习啊 那所以你们每天大致上觉得 给自己最大压力 像是什么东西 是你们觉得最大压力的来源 我自己认为给高中生 最大的压力是在学校的压力 比如说要考试或者做功课的话 会有很大的压力 尤其是在Sircon Valley 因为在这里的父母 给他们自己小孩 有很多的要求 所以小孩会更想要 在学校do well 也有别的压力 比如说在课外活动 像如果你有拉琴 或者弹钢琴的话 在外面如果要表演 或者比赛的话 那也会有很多压力 因为也想要给父母高兴 想要do well 但是在学校的压力 也有别的是 在高中生中间 自己给一起的压力 比如说 如果你的朋友很厉害的话 那你自己也会有压力 想要跟他们比起来 是一样的 就是同才 同学之间也是互相会 比较这样子 所以压力的来源 还蛮多元的 就是说可能爸爸妈妈 就是说有些小朋友 可能就想我不管爸妈 可是有些小朋友 我很在意爸妈的看法的时候 就是还是会有压力 然后是同学之间 也会有很多的压力来源 是真的都是让孩子们 那好那所以David呢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Michelle跟我们的分享 然后David呢 我自己觉得 申请大学的压力是最大的 我们都是11 12年级 很快就要去申请 如果在课外的考试 你考不好 像AP考试没有得到五分 还是SAT subject 没有考到800分 还是那个真正的SAT 没有考到很好 那个大学就可能不会来收你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是 所以比如说就是 我们平常是觉得说孩子会有压力 可是你们是真的会面对 就觉得说今天没考好 回家就会心情很不好 是 礼拜六 subject test 我就是考了SAT 化学的subject test 我觉得我考的还好 但是有一些问题 我就不确定 所以我觉得那个压力就一直在 就在那边 会一直想 所以那真的有这样压力的时候 你们通常怎么办呢 就是说觉得不管是功课啊 是同学啊 或是爸妈的关系啊 就是各种不同的这些 让你可能不太开心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那你们怎么去面对 或是怎样子把那些 不开心的事情 把它丢掉 就是从脑袋里面 把它丢掉 你们通常会怎么做呢 OK啊 我是来打水球的 水球 就是water polo 是 所以我跳进水里的时候 就感觉像 我的全部压力就被冲掉 两个小时的时候 我就不需要想学校的东西 还是功课 还是考试 是 我也会吃很多东西 其实David瘦瘦的 帅帅的 像牛奶跟cereal 牛奶跟cereal 哇你好健康哦 但是我吃的真的很多 就一盒可以这样下去 是 我也会去躲在一面 睡觉 但是有时候醒来的时候 就时间就没有了 所以我的压力就更多了 是 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方法 让自己稍微可以开心一下 不过你觉得运动 是个不错的方法 是 运动这样 是water polo 好 那所以像 比如说 Natalie呢 你觉得你怎么样子 排解你的压力呢 就是我有压的时候我不会跟别人讲 所以就是如果我通常觉得我想很多东西 那我就会写出来 otherwise我就会听音乐 我就喜欢听音乐 然后我看别的视频 就会把压力下去 就是看一些其他的影片 听音乐可以稍微的忘记一下 是 好 那如果像是Eileen呢 我跟David差不多一样 我减轻的压力的方法也是 吃东西 虽然它不是最好的方式 我觉得 如果你在吃东西的时候 你在做工作的时候 你就不会睡着 是是是 就是还是有个东西 让自己稍微忘掉 而且是喜欢吃的东西 所以食物对 其实我也是听学生们在讲说 其实食物对高中生来讲很重要 特别是你喜欢食物 比如说一杯Bobo Milk Tea 就可以让你 开心很久 是吗 是珍珠奶茶就可以让你很高兴 是 好 所以跟收音机房的爸妈提醒一下 如果今天你觉得小孩心情不好的时候 赶快带大家去买一杯珍珠奶茶 是那Michelle呢 我自己跟David蛮想的 我想减轻压力的时候 会去睡觉一下 虽然我知道起来的时候 会有更大的压力 可是在睡觉的时候 头脑可以空掉一下 也是蛮好的方法 所以像你们 通常睡觉时间都很不够的 我觉得好像高中生 每个人那个功课压力好多 没有12点以前可以睡觉的啦 然后早上就是很早起来上学 所以睡眠对你们来讲 都不够 那怎么办 就不够 不会什么 趁什么礼拜六礼拜天 赶快多睡一点 还是也没机会 礼拜天也是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也没时间睡觉 也没时间睡觉 所以天天都睡不够 那睡不够一样会很有压力 是就更不开心 又很累这样 是 所以可以知道这些孩子们 真的是有各种不同的 这种压力的来源 但是也是会尽量去 处理这些压力 可是比如说你们会不会去找 比如说学校老师啊 或是 counselor啊 或是找你的好朋友 一瓜讲一下话 看看他们可不可以跟你这样 share掉你的这些压力 或是不开心的事 如果是找大人的话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 是如果我快要受不了的话 才会去找大人 请他们帮助我 因为我自己觉得 如果压力没有那么大的话 那我应该可以自己处理 啊会想自己很懂 就说不见得要去找爸妈 说不定越早越麻烦会不会 是那然后呢 另外呢你们觉得呢 我有个很亲爱的老师 那有一次我有个礼拜 课业上 课业上面很忙嘛 所以有时间压力 所以我就跟这个老师沟通 问如果其他的学生 跟我换那个演讲的时间 那可不可以就跟他们一起换 那这个老师很了解 我们学生感受到的压力 也很关心我们 所以他就愿意帮我这个忙 啊是 所以有些时候找老师 还是会有 有一些帮助 会不会觉得有些时候 找老师比找爸妈 容易一点 还是要看老师 是要看老师 有些老师OK对不对 很喜欢这个老师 啊是 所以你们觉得老师 对你们影响其实蛮大 就说那个 你喜欢好的老师 跟就是你们也会有一些 觉得老师很不怎么样的那种 就会差很多 是 那你们会下课 跑去找老师聊天吗 有时候 也会吧 是其实蛮好 这样就是可以有一些 大人的这种建议 或是一些看法 那所以像Nellie呢 嗯 我不会找别人 但是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可以 不是我自己可以 但是我不敢跟别人说 我有那么多的压力 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如果你会去 你的Parents会给你 多一点压力 他会说 为什么你没有做这个 或是你没有做那个 所以我没有 Usually我都不会 自己想办法这样 就是真的不一定会跟爸妈来商量 反而会有造成更多 让你觉得没事才变有事这样 没有 其实这样讲是不应该啦 就是说也是说 我觉得以大人来讲 我们真的很希望可以帮孩子 但是有些时候可能 会越帮 因为是好像在效果上来讲 他们想的跟我们想的 真的好不太一样 是 那聊到今天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再继续请 那我们今天的四位同学呢 还有我们两位老师 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这个活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 星岛中文电台 国语台 FM96.1 星岛中文电台 点缀生活 时刻精彩